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还有翘二郎腿 也就是会觉得下半身就是会比较容易水肿 而且久坐的话其实有时候肩膀啊肩颈都会觉得蛮紧的 一般我们坐久好像开车坐很久 还是我们的坐姿不良 还是我们每天低头看手机 很多工作都会影响我们的腰椎跟脊椎 还有颈椎都可以 再过来就是地心引力的关系 因为我们长期的姿势受地心引力的影响 当然会造成整个脊椎的压迫 笔电用十几年 那姿势也有问题啊 就是说自己的整个姿势啊 都是整个前傾 导致到我后来整个手非常的麻 非常的痛 医师跟我说颈椎的部分 就是四五节是压迫 第一个就是开刀 那不然的话就是 你要做副线 就动一动啊 就是这样动一下 有听过有听过 有听过吗 没有太难了 就多运动多伸展这样子 倒立吗 好像有听说过对不对 其实没有特别去找就是舒缓的方式 就是回家去休息睡觉对 倒立吗 好像之前有听说过 因为地心领域的影响 照我们的脊椎压迫 所以我们尽量用倒立的动作 来对抗地心领域 地心领域让我们的身体 像我们的胸部 我们的胃下垂 指纵下垂 包括我们脸部下垂 这个都是跟我们的地心领域有关系 选择倒立肌 应该选择安全认证的辅助系统 还有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 当然是不要使用 要做倒立的动作 最好是循序渐渐 倒立对中医来讲 内经有一句话 就是骨震金融 气血四流 金长一寸 我们也瘦颜十年 之前就大概有想过 要来使用倒立机 今时的倒立机 它是有美国跟欧盟的一个双认证 那每台机器在出厂的时候 其实它都经过四五万次的一个测试 我后来才会考虑说 使用惊喜的倒立机 它还是有特别经过 美国跟欧盟的一个双认证 钢的材质的部分 在我们倒立的时候 比较不会有摇晃的情形 软垫的部分 它们是有特别专利的 它也会保护我们的脚 比较不会受伤 摇杆会让一些像老人家 它会更好的一个操控 这是都有卡榫的 安全环扣的部分 它会随着你的角度 不至于过度的倾斜 展开的时候 它要特别把这两个去打平 不要弯弯的 两个平的状况下 它的稳定度才会好